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3月16号接受电话采访时 鼓励他的支持者接种冠状病毒疫苗 并表示他尚未决定是否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特朗普还谈到了英国哈里王子和梅根最近关于英国王室在采访时的争议 以及梅根最近与民主党高级官员过从甚密 甚至有要竞选总统的消息传出 特朗普对此表示 根据了解 特朗普在采访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宣传自己在研制疫苗方面的发挥的作用 并批评他的继任者拜登造成了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增加 在采访中 特朗普并没有明确表示会否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